小朋友手拿水槍 玩起水槍大戰 臉上笑得超開心 這裡是基隆細水新景點 暖暖清水公園 免費入場 擠滿人潮 好棒喔 水乾乾淨淨 大熱天 小朋友高興的不得了 很好 很棒 然後小朋友可以一起玩 做一些親子互動 清水公園整修後 增設許多設施 更讓小朋友玩到忘我 大人也玩心大起 跳琴 拱琴 噴水廊道 全身濕透 都沒關係 怎麼覺得很過癮 我都覺得很好玩 溜滑梯一躍而下 最受小朋友歡迎的設施 這次可搭配大象造型 豐富整個細水區 好玩 以前我們也都在這邊玩 暖暖清水公園 趕在暑假期間亮相登場 吸引許多在地民眾 和外地遊客 有得玩也要有得吃 當然不能錯過 基隆人才知道的好味道 師傅快到落下 焦糖色油亮烤鴨 肉質鮮細 不油又嫩 叫人垂鹹三尺 皮很脆啊 不會像外面非常非常油膩 覺得過食物 豐富真的很好 其他的烤鴨很好吃 我不愛吃肉 可是我老公 咸咸沒事 叫我來這邊 都可以 不管在烤鴨 中船路飄香二十年的燒辣店 上門的都是陶客 師傅一早七點就開始烤鴨 標準規格五斤以上 搭配獨門香料料理 還不忘幫鴨汁手工按摩 裡面比較瘦 所以一般鴨差不多四十分鐘就可以了 冬天的話 有時候要一個小時 用時間換來的好味道 成功挑動 食客的味蕾 讓來基隆玩的遊客們 玩得開心 也吃得過癮 記者朱丁龍李玉涵 基隆報導